哦 你说你不知道我是忙活什么呢 嗨 无所谓 无所谓 有人说我是专长 哪些鸡毛蒜皮的小官司 是埋子又没位 还说我是别别妞妞 假不假是 健全防护 最道都来要 这个美者要防护 没方两手 公公一辈子就忙 没人知道我是谁 无所谓 这些都真的无所谓 我的日子过得还挺美 我就见不得和那些 大爷大妈街坊四里 遇到了男生福田 我没找上门来 我怎能该帮的不帮 该帮的不管人 希望外推 我是更坚图的 外人横行 逍遥法外花言 瞧如还要把人拉下水 我拖上几层腿 我撕上几灰 我握着的铁正是法王 回回关叫他茶池南飞 无所谓呀无所谓 无所谓 你知道我是谁 无所谓呀无所谓 我的日子过得还挺美 无所谓呀无所谓 无所谓你知道我是谁 无所谓呀无所谓 无所谓呀无所谓 我的日子过得还挺美 无所谓呀无所谓 这事咱得商量商量 行啊 你说吧 云松方跟杨山说 让咱们帮他马上申诉 你们说咱们是接还是不接 当然你接了 咱们怎么也得出这口气啊 不过现在咱们没有新的证据 如果现在申诉的话 马上会被驳回的 我觉得啊 咱们还得申诉 放肯定是不能放过他 问题是从哪儿入手啊 我觉得杨亦菲说得对 咱们现在最主要 抓小区的质量问题 如果这样呢 这万一就不能卖楼 他不能卖楼 咱们就有时间找证据 如果咱们有了证据啊 就能申诉了 有道理 既帮了财山户又咬住周婉怡 余松方 老林怎么了 他怎么了 他没怎么 就是睡不着觉了 多吃了几片安眠药 我就想不开了 怎么了 我想不开 国有资产 怎么能这么判呢 别瞎提我演示啊 演示啥呀 你们都坐啊 来 坐坐 再给你买点水果 谢谢 我不喝了 愁愁 这事都怪我 怎么就找不到证据呢 要我说呀 这事怎么能怪你呢 对不对 哪儿那么多核事都让你给占了 你都楼下把车擦擦去 瞎说什么呢 现在关键是不能让周婉怡卖房子 如果他把房子换成现金 马上就会转走 就是你们申诉下来 也来不及了 我现在就是觉得 对不起这些职工 钱都发下去了吧 会计正算呢 下礼拜就发 你看我少说一句都不行 先把大头发下去啊 不然来不及了 怎么了 那周婉怡拿到判决书 马上就会过来的 这点都不明白啊 那我现在就去办 老林 你还真的不能死 你想呀 这地球少了你 可能就不转了 吴律师宋小姐 我们上那边坐一会儿吧 休息一下 好 今天我太高兴了 真的 我得好好谢谢你们 真的 我太感谢你们了 我再要两瓶酒好吧 最后两瓶 不行不行 张小姐 行了行了 您可请坐 我们喝的够多了 要不这样好 以茶代酒吧 好不好 好 真的 我今天真的太高兴了 你们有什么要求 你们尽管告诉我 我一定满足你们 来 周总 我一直有个想法 一直想跟你谈这事 周小姐 我觉得 律师费已经够多的了 不用了 谢谢您 那好 孙小姐 你能把武警国借给我用一下吗 我就跳一支舞 你呀 尽管把它拿去吧 我不拿走 我就跳一支舞 好 非常幸 请 了 好像 也 只 松 老 红 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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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 老 听说林冬元住院了啊 他这个人就是不行 当总经理的 只要还有一口气 就得站在岗背上 如果你是他 你现在应该怎么办 那我就会想 我的对手现在在干什么 你的对手他在跳舞啊 没有 他没有跳舞 他在想下一步 怎么了 第一笔售楼款都在林冬元的手里 我要是他 我就会马上转移资金 请进 您好 您好 我们想查封林冬元的账户 嗯 有 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要查出这个账号 你的账上不能留这么少的钱 下午我们就有笔款划过来 这几个老客户他们着急要钱 你先给划过去 是吗 怎么不动了 是不是洗机了 那你重新启动一下 那你稍等一下 请跟我来吧 请跟我来吧 不客气 把这个账号给封了 把这个账号给封了 这个账号刚划过账 还省多少钱呢 两百多块 两百多块 余总吗 法院判了的事儿 你也敢动 是不是打大包天了 请你说话注意点 郑小姐 这是正常的财务往来 没有什么比法的定价 你们别自民得意 资金你们可以划走 固定资产 你们转移得了吗 你以为你是谁呢 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好吧 咱们看着 我马上就给你们彻底疯掉 冯行 我跟你说句话行吗 林冯元自杀了 刚刚抢交过来 那是国有企业 他自己有10%的股份 如果不是太冤枉 太去不过了 他能自杀吗 如果你认为这个小区 确实是国有资产 你就要拿出合法证据来 如果你拿不出来 你不能怪我和吴景国 也不能怪周婉仪 只能怪你自己的 这话太无情了吧 法律本身就无情 吴景国以前老 拿着计划为自己开脱 你现在也学坏了 你上次不是说吗 要把人和事分开 他这句话说的 的确是对的 慢点开车 再见 谢谢啊 不客气 我来吧 谢谢 没有 没有 这案子总算完了 我陪你 请他去玩吧 要不 我陪你到香港买衣服去 一点心情都没有 你怎么的 这么大案子 咱们都赢了 怎么反正没心情了 我是想啊 如果周婉仪真的侵吞了国有资产 我们这么做算什么呀 咱们是律师 有事也是周婉仪的 可我还是觉得心里不舒服 我听张晓辉说 林东元可差点自杀呀 你说 他要是不觉得自己冤的话 怎么会自杀呢 张晓辉 张晓辉 我说 这案子都完了 你怎么还找张晓辉啊 谁找他了 我们是碰上的 不信 你去问周婉仪 谁都不问 小心眼 哎呦 出什么事了 这是 是啊 让我下去看看 这怎么都堵在这儿 怎么都得来不去了 我跟你说 这可能是五大元搞得坏 你帮我盯着点 我过去看看 董事长 小区的事得马上解决 要不他们还会闹的 他们不就要钱吗 等慢了咱们就有钱了 就这么几天还顶不住啊 我顶得住 但是我怕被林东元他们利用了 哎 你看看 带头闹事的是杨亿飞 这不明摆着吗 哎 哎 哎 你停下 哎 开出去你们啊 我让你开出去 我下来 我说我开出去 哎 你要我开出去 我就开出去啊 你又不是老婆 我干嘛那么听你的话啊 你赶紧把这车户开出去 我告诉你啊 你少动我的车啊 我这车车有高压点 你这是停车场 拼什么不让停啊 就是 你还讲不讲道理啊 我告诉你啊 你这车要不开出去 等一会让人给碰了 可别告诉我 没跟你说啊 你敢 哎 有你这句话在这儿 我今天这辆车要少块漆皮 我让你赔辆新的 你信不信 就你这车 还有期吗 你少危险人 林东元肯定想利用这件事情 他现在就希望我卖不了楼 好争取时间申诉呢 要不要我找几个人半夜打他一顿呢 现在停车费的事别急着收 缓和一下矛盾 现在最关键的还是林东元 我现在就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让林东元永远也翻不了身 完全掌握 完全掌握 你们没有按期还清欠款 原告方已经申请强制执行 这层楼要全部查封 请先接下字吧 这层楼都要封 这么多人怎么工作啊 你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 是借钱还款 不过得快一点啊 要不这房子可叫拍卖它 大爷您先喝口水 慢慢谈消消气啊 张律师 孟律师 大伙请你们俩来呢 还是商量商量房子的事 大伙的意思是 要实在解决不了 那只好到法院去告周万一了 告随时可以告 现在关键是证据 张律师 你闻闻 这么熏人的房子 那还不算证据 哎呀是忍无可忍了呀 还说是多少平米 根本就不够指寸 大爷 你别移动 你坐下 这证据啊 不是咱们这么随便说说就行 那得要确确实实的数字才行 那这样 如果需要鉴定的话 我去找人 请你们拿好自己的私人物品 尽快离开 这里所有的东西马上都要封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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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事啊 武大元肯定知道 他这人贪财 咱们倒可以利用一下 那不行咱们大家伙给他凑凑 凑的个天板板得给他 不就是了吗 喂 那这样吧 咱们大伙回去啊 再把那证据啊 准备得更充分一点 咱们只要一有把握 我们马上帮大伙起诉 嗯 行 我马上就到 哎 那个林动员跟余松芳的整个公司 被周婉姨撒地出门了 怎么会这样 他凭什么呀 怎么了 还舍不得走 你别自以为得机 是你们自以为得机 还自作聪明 抢先划空的账号 实话告诉你吧 我就等着这一天呢 不划空账号 我怎么能封你们的楼呢 不封你们的楼 我怎么把你们的人打散呢 不打散你的人 你们不是还会跟我没完没了的纠缠吗 今天才是你们真正的末日 你高兴得太早了 既然是国有资产 这官司就没完 我知道你们还想申诉 没有用 别说你申诉不下来 就是申诉下来 我也什么都不会给你们留下 我可不像你们那么傻 还留这么多的固定资产 我一分钱都不给你们留下来 不信 你就等着瞧 我怎么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林东元最怕的就是我把房子都卖了 所以才挑起居民在房子的质量上来告课 他还是想向上申诉 怕你转移资产 怎么会呢 关键是要稳住居民 只要他们不上诉 昌晓辉啊 他怎么挑都没有用 余小姐你好 赵辉 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的 没什么地方 没什么对不起 你把案子办成这样 你简直是输得干干净净 那个楼抵押给银行了 我们也没想到 没想到 就是因为你们没想到 那么多人无家可归 公司的业务全部停顿 林东元在医院里住着 整个这么大一个公司 全让你给毁了 你别着急 公司在银行做抵押 他们现在不能拍卖的 就是 其实啊 我们知道他会有这一手 我们正要采取措施呢 不管怎么说 你们都晚了一步 这也不到一步吧 得都是半个脚趾上 杨亦菲 你少给我嘻嘻哈哈的 我告诉你 案子办成这样 你们都得给我负责任 哎 小姐 对不起 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 防止周婉仪卖楼转移资产 而且 还想再申诉 一点用都没有 不是 哎 他说谁没用 这不是骂人吗 他这个 周婉仪 马上从房屋指令上 起诉周婉仪 我就不信了 老是他妈坏人得逞 哎 哎 哎 你别生气 就是 你别生气啊 呦 大明啊 呦 大爷 哎 帮过来了吗 没有 这么大味怎么办呢 这是哈 嗯 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决啊 就是 哎 大明啊 有事我问你 哎 哎 那个 这打官司得多少钱呢 这要钱多了咱可给不起啊 哎呀 庞大爷 这钱的事啊 您就放心 嗯 这张律师啊 是一个特别仗义的人 嗯 他肯定不会多收咱们钱的 嗯 我估计呢 也就是个成本费吧 哎 那成本费可得给人家 啊 那能不给人家吗 就是啊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决你的 这味儿的问题啊 就是啊 不行咱们就去趟物业 对啊 咱们 呦 呦 大元啊 哎 老没见了啊 哈哈 哎 我正要找你呢 这房子的事儿什么时候解决啊 别老一见面就房子房子好不好 哎 我看看这车 怎么样 二手的吧 骂人呐 我怎么看这个啊 像三手的 哎 大明 我真的感谢你啊 自从你逼着我还了刘长青那三十万以后 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找我拍广告的是一个接一个啊 那钱呢像洪水似的 哇 哇 哎 他挡都挡不住 行啊 你小子牛了啊 大明 你放心 我这人啊 他不记仇 俗话说 这吃亏是福嘛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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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会扔的花盆 谁那么扔的 谁那么扔的 这这这怎么不回我们的 谁呀 下来 这 我 我 这 这怎么谁呀这是 哎呦 吃亏是福 刚说完还 棒 就来了 有些话呀 可不能乱说呀 呦 这个真够准的啊 是啊 砸一个正中间啊 呦 这真是可惜了啊 这刚买一新车啊 这就给砸了您说啊 就是啊 哎呦 这花盆要是小点啊 砸的我看还轻点 就是就是就是 你看 这这么大一盆花 有有有有 这砸的就要狠 这么大一坑啊 大远 完了 肯定是弄不好了 嗯 这车 怎么敲 它也不会敲平了 大远 这要是不留痕迹啊 是不太可疼了 我去找到我 我去找到我 一坑 那这什么时候看见 什么时候心里堵的吗 是不是恶心的 让那小子得瑟去吧 就是 这得瑟 哎 大远 这衣物是你们家的吧 不是 是我们家的 我好像可看你穿过啊 这一张啊 嗯 这还真是 明白 站住 你们谁都不能走 哎 哎 那个大远 怎么样 咱们找着啊 谁干的这事啊 董事长 哦 吴律师也在 我那车上给砸了 谁砸的 不知道 从楼上把 扔那类花盆 正好砸我那机器盖子上 他这不毁我们的 哎 吴律师 你说 我是不是应该 挨家挨户的茶 他们如果要不出的 我就给他停水停电 别胡来啊 你别着急 肯定能查出来 你说他这不 哎呀 这七号楼的事吧 他就够我烦的了 哎 又除了这么大的事 这 这还谁谁都不说 你呀 给他们开个会 就说这车的事啊 不查清楚 这房子就没法解决 让他们相互掐去 这掐不出来 这七号楼有味的事 不就没人来找你了吗 对 你就说 你的事不查清楚 你没法工作 要是这么说啊 这七号楼的事啊 他倒是挡住了 可是 可是我那车怎么开啊 不就是个发动机的盖吗 七号楼的事 你先给我挡挡 我不会亏待你的 大不了 我给你买个新的 这么说 我这心里 倒有点底了 哎 不过 这事啊 我肯定跟他们没完 连我的车头都干砸啊 他 他也不知道马上也有几只眼了他 看一下 有人吗 交物业费了 没有 交物业费 你这个门铃可按得真有水平啊 人家按一下就完了 你可按上一个劲还哆嗦 不是怕你们听不见吗 知道的 怕是我们听不着 不知道 他因为你被垫着了 下不来了呢 我跟你说啊 我们是来收这几个月的物业费 顺便问问 谁家掉了花盆 哟 我可等着你收物业费来的 胖胖 跟他们窝窝折 窝窝窝 窝窝吧 你让我们狗窝手吧 胖胖 跟他们说 把屋里那股怪味弄没了 咱马上就交物业费 我跟你说 这次呢 房的问题是解决不了 你先把物业费交了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你以为我们都是傻子呀 听说你的车叫人砸了 怎么就这么准呢 小区那么多车 不砸 却别砸你的车 你 不是我砸的 你不要找我 我没说是你砸的 你知道这事是谁干的吗 不知道 拍拍跟他们说再见 拜拜 怎么办 坏了 你这什么意思 告诉你啊 这没交物业费 做个记号 等你搬过来啊 不交也这样 你做什么标记不行啊 你干嘛废话 个叉子呀 你们这叫侮辱人呐 太不像话了 赶紧给人擦了 你嚷什么 嚷什么呀你 你砸我车的事 我还没找你呢 那也不是我的责任呢 不是我家的滑盆 有没你责任 我还没找你呢 你这倒跟我嚷嚷了 你嚷什么 你嚷什么呀你 没我的责任 哎 没你责任 这是谁责任 就是他们事 他是他事最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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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人说了 这不是咱们自己的房 别跟他们去闹了 哎 你把这个给小王 静一静好不好 有事说事 吴经理 这好多家门口好好的 你干嘛也花黑圈啊 就是啊 哎呀 哎呀 你们都来了吧 啊 拉没拉一下 我正想找你们呢 不是 就算是没交物业费 也不应该这样啊 上次周晚一来 不是你答应查 现在不是也没给解决吗 就是啊 就是啊 哎哎哎哎 你这是在误辱人格你知道吧 这谁侮辱谁还不知道的 哎 哎 我得你们去看看啊 走 看嘛 不是 没怎么办呀 你看看一看 看一看 看一看 我这可是新车 给我砸成这样 没人承认 嗯 哎 杨一飞 你说 这事怎么办吗 这 这事啊 我觉得 这事 这肯定有问题 咱们可以慢慢调查 怎么到我这你就慢慢调查了 我跟你说 这是对我维护小区的治安团结 稳定的打击报复 知道吗 我跟你们说 这个事不解决 你们的事也甭想 这是你们干的 你们没人承认 谁咋你应该找的 你们没人承认 我们的问题是我们 你跟这是两话 谁干的 你快走 这不是关系 我这都是谁干的 你不用乱我 那全是你们来解决 好嘞 你说这都乱我了 对啊 按理说你们这事 归屋夜馆 武警里说为了避嫌 请街道解决 这态度多好啊 你这个车 是不是上保险了 这不是我的责任 人家保险公司还给修啊 这骗某的事我也会 但是为这事啊 我没那必要 就砸这么点个小坑 你就想整个换呢 那也太没道理啊 要我说呀 你呀找个地方自个儿 休休得了 你花不了多少钱 你现在说小坑了 当时你跟大明是怎么埋得我的 我跟你说啊 这要找不出来人就得你赔 没有你那衣服 那花瓶能掉了吗 那也不能让我一个人赔呀 我一件衣服能把你那个汽车撒坏了啊 那去 你让庞大赔 说实话 他也赔不起呀 我就知道他赔不起 他要赔得起啊 我还不找他了呢 我看这事啊 开个居民大会 动员一下 谁的花瓶谁承认 如果都没人承认了 咱们再报到派出所 你看怎么样 好 就听张大妈的 如果没人承认 我就去派出所报案 让警察来抓人 出来 等会儿我 好 回家 等会儿 就你 我说有危机的 别这么急 庞大爷 小张老师 小张老师大爷 他那边都睡着了 怎么着 事先解决了吧 没有啊 那个吴大员 不依不饶的 非说那发动机 情况全体换新的 你说他这不是讹人吗 那花瓶又不是我们家的 他凭什么咬着我不放 你说这事 我有责任吗我 您别急 但您这样 肯定是有责任的 你想 您的衣服都不掉下来 哪有这种事 张哥 听他们的意思 吴大员是想用车的事 来挡住七号楼的事 那这个事咱们一定得管 我看这事啊 就靠自觉吧 谁的花盆没放好 谁出来承认 别影响大家 就 我跟你们说啊 这谁的花盆 谁赶紧招啊 如果查不出来 你们楼上的全体 给我赔车 知道吗 凭什么呀 就是啊 这是法律规定的 你们都知道了 这法律 别在私下说 看看怎么办 不行 报到派的所解决 没必要吧 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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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哥 这这事你无论如何也得想想办法 你说这武道人不是成心吗 这咱们一下 这不成一额人的钱吗 这明知道人呸不起还这样 你这不是成一七五人吗 哎就咱那边 走我咱你看看去 大家静一静 大家静一静啊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啊 著名的法学博士 吴锦国大律师 你们不是都不承认吗 咱们用法律来解决 啊 吴锦国大律师 吴锦国大律师 您请坐下说 大法律师 你好你好 坐坐坐坐 你坐坐坐 你坐坐 你坐坐 法律是这样规定的 如果 这个花盆 我们不知道是谁家的 那么这个损失呢 就得由楼上咱们的居民 共同分担了 听得到吗 都听着了吧 共同分担 凭什么共同分担呢 不是已经知道 谁的衣服掉下来了吗 衣服怎么了 楼上还不许挂衣服了 大爷 你的衣服掉下来了 掉下来啊 那是风吹的 你找风去啊 您怎么这么说话呀 怎么说找风去啊 那我衣服能砸坏车呀 再说了 我那衣服掉地下也脏了 我也是受害者呀 你别给这儿呼叫蛮缠 好不好 我跟你说 跑了谁都行 跑不了你 庞大爷 就停这儿了 车就停这儿了啊 这五楼吧 车停的没有问题 这车就停这县里头了 停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啊 看来啊 庞大爷跟这花盆的主人是赔定的 关键是啊 现在这还不知道这花盆到底谁家的呢 那屋檐那边都吵着呢 也就是庞大爷和那花盆主人谁赔多谁赔少点的事 提手都 看来 多事 这是谁的花盆 谁的 没想 谁的 这边就把这 声 借钉呗 花盆是我的 好善多事好狠当嘛 我承担全部责任 好 我可以赔 可我这花是不是也得有人赔呀 你一盆花值多少钱呢 你可不能漫天要价啊 漫天要价 我跟您说 我这花是熟年男带回来的 150块钱一盆 二盆也还就活了一颗 你们算得多少钱吧 老张腾 照你这么说 你这边挂不得三千块钱啊 三千块钱 这花在园艺大会上 还得了二能奖呢 你算得得多少钱吧 行了行了 不管多少钱啊 有人陪我车就行 吴律师 这人我已经找齐了 冤有头摘有主 您是学法律的 您看怎么办吧 这衣服坠落呢 是事故的原因 那么花盆摆放不妥 也是重要原因 这两家的当事人呢 应该各负一半的责任 那么至于花卉的赔偿呢 首先我们对花啊 它的价值 做一个正式的鉴定 你们都听住了吧 你们两个一起赔 一人一半 这上法院呢 也是这个结果 不见得吧 无所谓 无所谓 我不在乎专达 那些鸡毛三皮的小官 是有味儿没有味儿 更不管 有钱没钱 有车没车 有房没房 就在帮忙 我就见不得 那些大人大妈 接纷四铃 遇到了难受 苦天 我来找上门来 我怎能 该帮的不帮 该管的不管 人心往外推 我是更见不得 外人横行 羞有法外 花言 巧 你还要把人拉下水 我脱上几层皮 我撕上几灰 我握着了铁 正是法王 回回 管教他 茶匙难飞 无所谓 我是谁 这晚你已经开始做售楼广告了 这么快啊 他到时候把房子一卖 把钱一转 咱们申诉下来 也没办法了 林冬元有什么呀 不就有几个钱吗 这个工地啊 是林冬元最后的经济来源 要是把他封了 看林冬元还怎么办 我负责 你负责你就换钱 我们不欠你们的钱 那你欠周董的钱 周董欠我们的钱 这叫三角战 你懂不懂 我负责